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鼓声雷动 整遍整个校园 泰鼓是一种透过鼓棒结合上音律和节奏 来呈现丽与美的一种乐器 位于台北的新店国小 由一般学生只愿牺牲课后实践 接受音乐顺陶 学校校长吴淑芳认为 学习泰鼓不只是练习技巧而已 因为它还蛮重视到整个精气神 所以其实还是在整个泰鼓的学习当中 它不是只有学会技巧 所谓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要做到人骨合一 专注力是打泰鼓其中一项重要的能力 每一次敲打都得先将视觉安定下来 才能集中精神 协调出一致的节奏 从这一群小鼓手的延伸中 看得出他们对泰鼓的热情 并且享受其中 打的时候可以 抒发自己的情绪 不会再那么容易分心 比赛加一集 小鼓手们也加紧练习 泰鼓社指导老师张鼠芬以引导的方式 让学生有所自觉 自行去修正每一个动作 一个团队 一个声音 让学生发展出属于他们自己的骨阵 严格的训练以外 打泰鼓是一件开心的事 透过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练习 体验出声音回响带来的震撼 中华妇女书会每年都会在三八妇女节时 举办展览 一方面庆祝这个属于妇女朋友的节日 二方面也展现会员一年来优秀的作品成果 带您到台北市的国军英雄馆 看看他们的展览 书法在电脑普及传媒飞速的现代化当下 似乎渐渐乏人问津 但是在14度低温隐隐飞飞的台北 居然让我看到他们的热忱 一开幕就有不少的观众参观 琳琅满目各色作品充满整个展场 一开始是学习传统的书法 因为把自己的功力发展到一个程度之后 你就会想要突破 想要变化 这次的行草 力道更是柔中带刚 让我印象深刻 资深书坛的叔叔英女史强调 我到劳 学到劳 学到劳 学不无量 深得先师磊翁 石盘至极真传的书法高手 李静芬女史 字体内敛 工整 正如其人 她腼腆地表示 静观现代妇女的文人莫宝 分享她们的写作喜悦 38位创会至今走过20个年头 成果相当丰硕 她们每年以不同的方式 写书庆贺三八妇女节 一杀一世界 一字一心话 作品内容丰富 面向创新又特殊